小花 我勸你不要看這一集 你會很難過 你會覺得我今天為什麼要出別的班 好 今天沒有業配 所以我們 隨便吃 豬肉呢 我們就是用一般的豬五花 好來 豬肉我們家 一樣 可是這是為什麼 好花肉吃 對 這樣也倒了 過溪 過溪之後就淹 淹過溪 所以就 那個救生員就不用出現了 那個救生員就不用出現了 就是我們這時候加一點蠔油 然後等下再加一點烤肉醬 烤肉醬 任何的烤肉醬都可以 因為其實在 我們那時候在LA嘛 它的韓國超市啊 裡面東西真的好賣 而且它那個水餃真的XX好吃 你有吃過韓國水餃嗎 沒有 你沒有吃過韓國水餃 自稱韓國通勒 我沒有說我加過 好這時候我們再加一點日式的 一樣燒肉醬 進來 有什麼加什麼啦 通常我都會加醬油啦 因為帶一點點那個 控肉的感覺 但因為 我們家剩什麼就吃什麼 所以我們只剩這個 不好意思 好黑胡椒 蒜香粉 來我們丟點這邊巴小進來 然後五香粉 不要太多 好我們抹一下 好這時候當然是叫皮特來抹一下 怎麼可能是我呢 跟大家講一下 我會把上面的黑胡椒部分沖掉 因為我怕烤之後它黏在上面 那個皮啊 跟那個味道會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把烤箱設定在75度 或78度就是看 然後呢烤六個小時 那一樣啦 輕鬆做隨便做啦 你不要再錄做多久 等現在觀眾會想說 你不是說隨便做嗎 為什麼這塊錄就要蹲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這六小時可以 要幹嘛 真的大家這一年辛苦 所以牛排很久沒出現了 單肩牛排 牛小排動物來說不算牛排 牛排不是牛排嗎 我們先用大火把外面脆好 那有些人會說要不要加油其實要 為什麼 因為牛本身就是一個懶的動物 你看它這樣走路多慢 合理合理 大牛比較懶 好啦說實話就是 你一定要有油脂才能讓表面的蛋白質脆化 你如果沒有的話 第一年很容易就碳化 因為蛋白質容易燒焦就變碳化 那我們話講太多變乾化 那所以我們用大火把麵煎焦脆之後 先讓它降一點 那同一時間我們可以先做一些配菜的部分 先把培根的油脂滴出來 那我們剛剛用的這個油有沒有 不要浪費 有沒有我就說這個東西 把擺上來 我們讓它這個蔬菜有沒有 給一點油 讓它卡一點油 感覺卡人家油喔不好 嗯 對啊 不要學人喔 你在焦秤嗎 你 你剛剛是在焦秤嗎 你剛剛是在焦秤嗎 不是焦秤嗎 油脂都用在這裡 不是焦在這裡 當作稀油麵子一樣稀油 然後稀油完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我們會炸薯片 我會讓它先沖水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來炸 它溫度不要太高 控制它一百二一百三左右 炸它金黃色就好了 那同一時間呢我們會用大火炭烤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那個烤的那個豬肉啊 可以拿出來 可以拿出來 冰箱拿出來 對同樣 沒有這是烤箱啊 烤箱變冰箱 我現在換了 多功能多功能的啦 像這個的話呢 我會把比較厚的皮啊 切掉 但是你們覺得 這是每一手不會 你等一下吃你就知道 然後呢我們修完之後呢 一樣我們等一下在那邊烤 欸 逼得我好像還有牡蠣 牡蠣也拿出來 對我們隨便吃啦 家裡有什麼就吃 那有一肚薑嗎 欸 真的有 我跟妳講 小蛙今天沒有 我們有什麼加什麼 因為妳知道端午啊 節氣一個節氣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 清冰箱的活動 六月三號 清冰箱日 大家一起 清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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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好像 是冰箱字路嗎 喔 這時候我們要 你不要 不要再亂喊字路了啦 蚵仔 蚵仔 這個年紀又吃點蚵仔了 為什麼 為什麼吃蚵仔 我這個年紀啊 你小時候不 不需要 小時候補 補助數費就好了 懂喔 別懂 你不懂 有時候還要加補什麼心 你時速就好了 你知道嗎 對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你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嗎 你好像知道 像這個烤台啊 它現在溫度沒有這麼高的時候 你就要先把這個肉 先放下去 慢慢加熱的時候 上面剛剛我們去掉那一層皮啊 它才會脆化 那同時間呢 我們會 用大火炭烤 把牛排烤熟 好 然後同時間把配菜用 那這道菜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一塊肉呢 它的油脂啊 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油脂的部分 我們要用 一點點油脂的食材去補它 那好巧不巧 我們家剛好 還有 還有 壓乾 對啊我們沒有在怕胖的 我們一定要這裡油要夠啦 講簡單就是這樣子啦 不油不吃啦 來 我們隨便照 隨便 烏脆 沒有味道欸 有東西加 忘記加鹽巴啦 大家都忘記我們節目的元老 大學長 大學長 怎麼可以忘記他 喔 小花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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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味 小花 要是收入味 喔 只是畫還是這個 喔 嗯 好了 跟外套一樣 你甩點贏嗎 喔 好鬆喔 我不准你這樣說 我懷疑你在開車 我開什麼車 收入味很鬆 喔好沒事 來啦 豪方一點排排 我們等一下就當那個 荷菜汁 喔 兩種 為什麼兩種 這個的話呢 我切薄片 我們不是會要什麼啦 我們真的是家裡有什麼用的 添加一點芝麻醬 欸我們放點綠色的好了 這樣子有點不好看 好啦 我們用這個廣島牡蠣來當秤 我們節目最不怕什麼 最不怕怕 這時候一定要零零任人 其實這樣最難 好 差不多 我們就是要加這個 我們當做那個 其鴨子家啦 我們做人 就是要低調 他們是不是合理 好吧 OK啊 OK啊合理啊 有沒有人刨過松露 青青青青 青青青 青青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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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刨斜嗎 對 這樣就結束了 你還要繼續是不是 不用 很爽是不是 小花啊 欸我沒有煮出了 蔡影界另外高強了 天啊 這道菜很簡單 它完全完全全的表達我們 市上有團隊的精神 從我們怎麼樣讓這道 這頻道起來 然後怎麼樣利用食材 怎麼樣的不浪費食材 怎麼樣的清明香 多麼刻苦 吃剩下的東西 把剩下的東西 用到這麼靈靈寂寂 松露跑兩片放回去 跟你們講 不行 會壞掉 我們不能 我們團隊沒有經費 我們團隊真的沒有經費 不能 不能接受 有可能壞掉 秉持著不浪費食物 的原則 我覺得我們吃上的團隊 非常好 來我們給大家鼓一下 可惜今天這個重要場 小花不在 小花 怎麼時候不出班 今天出班呢 好來我們來試吃 首先我們先試 欸這個才叫松露薯片吧 欸好吃欸 欸怎麼也沒有人出松露薯片啊 太貴 我想應該是太貴了 太貴了 欸不開玩笑 超愛搭 超級無敵搭 我愛你 來來來 來啦 今天我們就是要 隨便做隨便吃 你快點 你比較沒用手 可以給他吃一點 這樓座上的樓座 爽 爽 欸你這個 欸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吃到牛排 你要不拿一點話 來啦你 這哪受了啊 你站中間 你站中間 牛排在下面還沒 還吃不到 不好意思喔 吃一下這個 我跟你講 吃這個豬肉配鴨肝 一定爽到飯店 這哪還是爽啊 這哪真的很爽 沒變你 牛肉了 我終於切到牛肉了 真的很好吃欸 唉唷 看我要盤子 受不了了 沒有盤子 你怎麼講都會忘了 我跟你講 豬肉配牛排 我跟你講這是不是剛剛講的 油脂 液態油脂跟醋態油脂 它那個口感 即相似可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這盤子多少錢 這盤子多少錢 這盤子 這盤子 這盤不用錢 我們沒有 慢慢 慢慢 慢慢你這個錯誤觀念 我要跟你說 慢慢跟你說 你每個人都要問這盤多少錢 我跟你講這盤我們是用了冰箱剩下的食材 對不用錢 其實就是不用錢 我們 對不起我的錯 抱歉我道歉 這一道菜出了真的 爸媽會感謝我 好你終於把冰箱清了 你有給阿仁吃那個嗎 有 我給他吃 好了 你不要拍了趕快來吃 你不要拍了 趕快來吃 好誇張對不對 我跟你說 你不是你 你會不會吃 你會不會吃 你是會不會吃 你是在餵什麼東西 搞斷 怎麼這樣你阿嬤 你吃什麼東西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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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散喔 你怎麼散啊 散這麼多 其實好像吃得完 都已經吃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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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不是問題 我們剛剛還在擔心到底 剩菜會不會再變成剩菜 我們擔心都是多餘的 不會喔 對不對 對 好 今天呢其實這道菜 就是獻給我們 同時的觀眾 然後我們所有吃上飲的元素 其實都完整的 穿那個各位 但是就這樣嘛 你們今天看到嘎嘎 你們真的覺得沒有業配嗎 其實我們今天要業配的是 我們自己的衣服 超過什麼 本頻道隆重推出 2020春夏新品 看影片學料理 但買不起松露嗎 沒關係 現在你只需要這件 Bread吃上飲 炫富松露潮梯 100%純棉 讓你全身都舒服 尺寸齊全 連整個吃上飲團隊都穿得下 告別買不起的食材 但你可能買不到 花開松露黑 富貴松露白 全兩款各限量100件 6月25號開始開放地供 詳情都在我下面 要買要快啊 這樣動可以嗎 我應該不會用那麼多 我們今天要騙 再一次 我今天要幹嘛 我今天要幹嘛